这里是山西西口镇李嘉山村 坐落在黄土高坡上 隐于大山深处空灵优雅 曾被国画大师吴冠中先生 誉为他人生中的三大发现之一 在此处创作画画 曾拍卖了2700万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天下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位于山西羽梁林县的 这是李嘉山村 大家可以看像小布达拉宫一样的建筑 您如果是游玩过旗口谷镇 去李嘉山村的话 右手边有一个桥 过了桥之后 降右转弯即可到达 到了李嘉山的停车场 会有阿姨围着你 问是否需要讲解30元 30块都有规矩 我说你车里在甩走 没有烂规矩 甩甩甜甜都是爱 甩甩甜甜都是爱 到个管教他谁给你们表演差高 高家的人比他们知道50块钱打交的 你不要骗 差高表演 有个管教他 14个排着队 14个导游排着队 他照样走了 看见我扬起来 他就倒下 那你们也挺赚钱的 挺赚钱 几天跑一次 早上倒在卸载了 人不多 人不多 什么时候人多 在国庆五一 国庆五一 这就是李嘉山村 开始跟你讲 注意安全 李嘉山 是个展翅的凤凰山 左键是凤凰的手提 两边是凤凰的翅膀 一钩为鉴 这个凤凰的翅膀上 正在西彩 凤凰的翅膀上 正在东彩组 东西彩组 一个延延的后代 这边是东彩组 一钩为鉴 东彩组 正在凤凰的翅膀 正在凤凰的翅膀 这个是翅膀 这个是钩 这个是身体 顾面还有个翅膀 两个肩一聊 那边到这边到两个肩一聊 这个一三二届 你家的院子 我家的房顶 叉叉叠叠 一叉一叉又一叉 从底下到顶上是一叉 从底下到上面 多才是一叉 西才是旧叉 我带你们有回头了 从那边都转过去了 这边可以说富人区 那边是成穷人区 身体是富人区 身体是东才区 那个 爪刺是西才区 右刺就是属于穷人区 我们这个雷家山 约明是个丑家湾 丑家湾 对 后来 东西才区 两县下水培 前一过来 他们在七口水汉码头 转上一转的 站了前了 防水宝队 盖起这个房子来 然后丑家湾 盖上雷家山 那个时候 他个水汉码头 男人水汉码头 男人刮着屁股 带上女人不方便 把女人也围在这个家市区 就把朝家湾盖上雷家山 向朝的最一个翅膀 一样是一个家座 在向里的是一个家座 这边是什么姓杂的 这是向里的 向里的东才子 西才是姓杂的 对对东才子哥哥 一个爷爷的后代 老大老二 这是老大 这是老二 这个宝山区 就是生山区的 一个善良的餐具 给别人吃 给别人吃餐的 吴冠中老邪嫂 吴冠中 对 在1976年采访 八九年画画 1976年采访 八九年画画 他画的 花土高原的小布达拉宫 房土高原的小布达拉宫 就说的是里家山 拍卖的料汽车边外 就把里家山 开火了 对 里家山谁有饶口 一个油多一户 自得卖卖的 写一千党人 一千党人 年轻人们都出去 靠铁吃饭 这学校就关忙了 这就是我们开忙的 几十个人 你转过头来 这是凤凰的肚 上面那个摇垛戒子 又是凤凰的头 这是肚 料别翅膀 你看那个翅膀是硬翅膀 那个翅膀 那边是穷人区 对 穷人区 那就是自己会向穷子先来 穷家湾 月苗是个穷家湾 出去看看穷家湾 穷人区 安全地 开玩以后再过来 好 这边就是刚才大娘所说的穷人区 天津的老板 他在这地方就是 对手一个摇垛 一个对手一个对手两个 对手五个不是一个摇垛一货 他们天津的老板走下来 走下来又是 对手你老大愿意 老二不愿意 而且就不用 你对手五个都愿意 然后家才把你救下来 到四十年的肯定 一次下就给你二十年的钱 多少钱 一个摇垛一年签我 然后家湾那时候你不行 一千五一年 一年一千五二十年 多少钱 你算了个月月的 早 小衰早 嗯 认识吧 认识 小衰天天都是爱 吃了你嚷嚷 三做四国没我的 吃了年巧漂亮有份的 嗯 这种老鞋少 在七六年开头 半个月画画 他卸在这个管教台上 画在端面的三层楼月 你家 那是不是最有钱的 对 那一户 这个镇头上就能看出来 这个三层楼月 你家的院子 我家的房顶 像个小布打拉公 越看像火灵的汉木 将开始市外桃源 一块画 拍卖的料铁前边外 村边楼里加山 五罐组织的四合有雷罐 你看下来X的小个月朴 月朴下来四个游度 那这就一致小游度 外面小雷面条道 哪个了 东南下了 你看月朴都下了四个游度 原来自古人 你看四合有广告 看来就不是X的这个月朴 X啊 月朴下来四个游度 这个X下去四个游度 二二三四 那这就一致小游度 看外面小雷面条道 原来自古人 又一道沟 从那里到沟 附着去到沟 沟漏 圆宝山 嗯 这个是个圆宝 你看这个圆宝 你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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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